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留学生毕业后留在美国的几率有多大 那我们录这个视频呢,一方面是我们最近呢 看到在中文网上呢,也有一些误导的地方 一些夸张的地方标题党 比如说呢,我自己有一位大学同学啊 他在中国工作 他的孩子呢,在美国读本科 他转给我一个信息 说看到有的自媒体文章讲到呢 在美国留学毕业以后能够留下来的几率只有2% 那这个也太低了,太夸张了 那么具体来说呢,我稍微读了一下 因为比如说里面呢,只考虑了Perm的最低的这个数字 比如说EB2,EB3,每个类别2800 没有考虑呢,过去若干年实际上有更多 还有呢,还有更多的人通过EB1 通过亲属移民 通过EB5以及其他方式取得绿卡的 这是关于分子啊 在分母方面呢,这种计算呢 又把历年的这个美国留学生啊 这个简单的加起来 比如说,我们知道在美国有30多万留学生 那么30多万呢 留学在美国一般要学几年 对吧,每年新来的可能有10万人左右啊 毕业也有10万人 但是像这样的算法呢 这就算的说美国每年都有30多万留学生 那4年就按100多万来算 那显然不是这样的啊 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像这种算数上 都有简单的毛病一眼都可以看出来的啊 那这个呢,显然存在有这种误导 但是呢,这一方面也反映呢 现在吧,比如留学生和家长呢 有这样的焦虑啊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来分析一下啊 那么留学生毕业以后 到底有多少概率能够留在美国 生活、工作、取得绿卡、完成移民呢 这个当然因人而异啊 也看你具体的立场、看法、观点 这本来呢也是一个动态平衡 在不断改变的 我们自己的估计 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和观察 大概有20%左右 当然这个是小马过河 所以这个水不像牛伯伯说的那么浅 也不像小松鼠说的这么深 那么看个人的情况 那么这个20%高不高、低不低呢 这要看你自己的立场、看法、观点 那一样,比如说呢 我自己是1996年到美国留学的 那那个时候呢 到美国留学人数比较少 大概从2013年以后 到美国呢 留学人数才成倍的增加 所以呢 那么现在留学生每年 拿到美国绿卡的人数 绝对数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因为留学生总数增加了很多 所以就显得比以前难忘 那这个在中国也是一样的 中国有这个高考扩招的问题 但是呢 一些985、211的学校 并没有同比例的扩招 比如说呢 现在中国每年有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 那么录取的呢 也有上千万人 这里面呢 985大学在全国 大家知道一共有几十所 那么总共呢 每年收的人数也只有不到20万人 一年 所以呢 换句话说 在中国你作为高考考生 能被985大学录取的几率只有2% 那如果说我们知道北京上海 尤其北京有好多985大学 对吧 那如果说我想上北京上海的985大学 那么有多大几率呢 那很简单 数学一目了然 我们不故弄玄虚 那这个北京上海的985大学加起来 每一年招的新生人数是4万人左右 所有的学校加起来 1000万考生 一年招4万 所以就是说呢 你作为高考的考生 想要上北京上海的985大学 那么几率是千分之四 所以呢 回头看 说如果我到美国来留学 那么有20%的机会 留在美国完成移民 在美国生活工作定居 拿到绿卡 如果有20%的几率 这个已经相当不低了 对吧 那当然到具体 你怎么样能够成为在这里面的分子 当然要经过个人的努力 一般拿到美国的绿卡 有什么样的途径呢 我们此前在我们律所的文章 视频里面也有一些说明 比如说我们有一篇文章 讲的是真实案例 留学生毕业后留在美国的十条途径 我们列举了 有自主申请的EB1A NiW 有通过雇主提交的EB1B Perm 有通过亲属移民 通过配偶或者父母 来拿到绿卡的 也有投资移民 还有跨国公司经理的L1和EB1C 还有作为副申请人 作为家属 主申请人通过职业移民 或者其他方式拿到绿卡 那么你作为副申请人 也可以拿到绿卡 总之呢我们有详细的说明 各种办法加起来 我们估计在美国留学生毕业以后 拿到美国绿卡的几率大概20% 那么如果不能直接拿到美国绿卡呢 也有的人在离开美国前提交申请 过后排期排到了 或者符合L1的要求 或者又用别的签证身份 也可以返回美国 也有的人呢 也还可以办加拿大的移民 加拿大移民呢 我们律所现在呢 也可以帮助申请人来办理 那根据我们此前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根据我们的分析呢 现在呢 加拿大移民 因为过去疫情几年 积累的积压的人比较多 所以现在呢 这个快速东道 从这个池子里捞上来 要的分数比较高 那我们和这个在加拿大的合作者 也讨论了这方面的情况 对方也提到呢 预计过一段时间 符合加拿大移民的积分 这个分数可能会降低 加拿大移民一般有两种办法 那要么呢 你从中国 尤其是父母出面 直接来办 或者呢 孩子在美国 在其他地方 作为留学生 那么英语比较好 学历也比较高 像这样 那么也可以办理加拿大移民 具体呢 也可以向我们咨询 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当然我们律所呢 主要的业务 还是办理美国移民 那仅仅我们律所自己 通过职业移民 亲属移民 通过自主申请的 通过雇主支持的移民 我们就帮助数千位 来自中国的学生学者 专业人士 各类人才 取得了美国绿卡的批准 所以我们看到呢 像我们一再强调的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 那当然不是拨拉脑袋就算一个啊 就是说 不是说美国会欠你一张旅卡 对吧 专门来送给你 求着你不要离开 那个大概不太可能 但是呢 经过reasonable的努力 还是很有可能拿到绿卡的 这里呢 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数字的分析 提供了我们的意见 那么具体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渠道取得美国绿卡 可以参考我们律所的其他文章和视频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